各位亲爱的朋友 春天来了 复活节也来了 我们非常非常的开心 在这个疫情蔓延的时候 一起来分享 在上帝的面前 我们一起领受的一份 非常美好的礼物 话说多年前 我们有一位朋友 叫做雅如 她有一个非常宝贵的大女儿 在一场上学的意外当中 突然间就离开了这个世界 之后的两年 她和她的小女儿 以及她的先生 他们一家人都陷在 一个非常痛苦的漩涡当中 几乎都爬不出来 后来他们花了两年多的时间 整个家人一起理解到一件事 就是虽然家人的离开 是一个非常令人心碎的事实 但是呢 上帝在这样的一个艰难的痛苦当中 一路一路地陪伴 让他们经过死印的幽谷 后来在几年之后 有一次我在教会当中演讲 结果会后突然间她来找我 很开心地告诉我 她在教会专门服侍一些身心障碍者的家长 然后她又很高兴地把一个已经亭亭玉立的青少女带到我面前说 叶老师你还认得她吗 她就是当年差点跟着她姐姐就离开这个世界的小孩 她现在已经长这么大了 马上要考大学了 而且她想要念音乐系 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艰难当中 在这个世界里面 每天都在上演这样的无数的故事 我们宇宙光在过去的将近47年里面 我们也陪伴了许许多多的人 我们也不断地参与跟报道 许多不同的 但是也一样的 是充满了眼泪 充满了挣扎 充满了软弱 充满了重担 但是又充满了爱和得胜的故事 这也是我们这一期《复活节》专刊 我们下了一个决心 就是要像当年献出五饼二鱼的那个小男孩一样 他肚子饿了 他有妈妈准备的五饼二鱼 可是他很清楚 这个五饼二鱼如果献出来之后 他就什么都没有了 可是他仍然愿意献给 他听了一天讲到的耶稣 我们也是领受了神非常非常多的恩典 所以在我们宇宙光每个童宫 虽然我们都很渺小 我们也都很有限 我们目前也都在经历着不同的重担 但是我们仍然欢喜快乐的 在这个春天已经悄然来临的季节里面 我们愿意献上我们的五饼二鱼 也就是我们这一期的复活节专刊 免费的赠送给愿意 跟我们一起来分享 见证耶稣基督的生命 怎么样在破碎艰难困苦 眼泪甚至是流血 这样的一个痛苦当中 怎么样带给我们信心 盼望和爱 这是我们宇宙光所有同工 在上帝面前所献上的小小的礼物 我们知道虽然它很微小 但是上帝一定不会嫌弃 而且我们知道 上帝一定知道要怎么来使用 我们也愿这样的一份礼物 也能够成为大家的帮助 生命当中在未来 我们要面对无数的艰难里面 我们都不失去那个向神降服 向神顺服的这样的一个 美好的一个生命 让我们一起来降服在神的大爱当中 带着信心盼望往前走 愿大家一起加入我们 We Surrender这样的行列 愿神祝福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